来看双方的第五局 张远达开球 这个开球质量直接右下方抵带就是一个钓鱼球 我先说我不上当 给你机会你就一杆打死我 不能放机会 先给你防一会儿 好 母球成底 防的很严实啊 最右边的这颗给它薄出来 右下方抵带 打薄了 还好也没漏 机球成功率火箭87% 张远达更高一点94% 火箭它是这种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去打进攻 打载不一样 打载就等着有机会我拼一杆 没有机会我还是坚决防守的 不能冲动是吧 没有火箭的那种天赋 咱就打好认真打好每一杆 好 看一下这一杆 左下方抵带漏球了 打长台 这根可以拼的啊 跑球 长台拼近 接篮球 篮球有向下角度 直接推下来 左边中带还有下球 中带打劲 再要一颗篮球 这杆可以考虑K球了啊 角度给的很合适 好球 球队一杆炸散 右下方抵带 刚好能接上 下单打劲 再给他登回来 要篮球 下单打劲 再给他登回来 要篮球 贴装 贴裤的话不好出竿啊 这个时候给到了搭载一个表情的回放 这个回放很明显是不满意啊 好 硬生生调过来了 调过来看右下底 这就能接上了 也不好接 是吧 角度给的 打哪颗感觉都有点别扭 确实啊 上一杆较位出现了问题 没有叫太好 哎哟 跑过头了 看火箭 右下方底带有长弹 哎哟 没打劲 哎 火还有一杆晕带 火箭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目标球没打劲 结果你以为我打的是这一颗 我是从球队中间K出来一颗 这就全意全是了什么叫大力出奇迹 嗯 在一开始学球的时候教练就告诉火箭 你要相信有一种从天而降的干法 叫什么 叫大力出奇迹 嗯 这一杆看一下篮球 篮球就打没了 哇 还有晕带 这个运气没谁了呀 啊 母球也摔带了 是吧 篮球打进了 母球也进了 再看一下这一杆 母球直奔中弹 篮球还拐了个弯 这是要打进攻吗 要薄 薄切 哎哟 切太薄了 留一颗带口球 不过上方的红球挡住了 不能直接打到 要不要传一下 不传 换另一颗 这不就漏机会了吗 坐下方抵带 他再说 你不穿我穿 我先给他打进 确保上手再说 啊 一杆还进了两颗 这个打红球的时候进两颗 加两分啊 不算犯规 篮球向下角度 这个球形又是一个一杆超分的球形 谁上手谁赚嘛 啊 坐下底 坐下底 这个怎么较位啊 得发点力 蹬起来 对 蹬一个篮球 好 篮球打进 吃酷弹起来 右下方抵带 好球 又是上来找篮球了 这时候只要给到一点点向下角度 够往下走就行 直接一个自然较位 中带 底带都有 叫中带吧 中带他是好接一点 中带接篮球 接粉球 他都是有可能的 叫底带的话 不好接下一刻 嗯 走到这个位置 左边中带 就是快要超分的节奏 就是快要超分的节奏 打进篮球再打一套啊 再打一套就超分了 好 黑球点位附近的这一颗 你看球团上有好多这个白点 白点是澳沙利文造成的 因为他的这个翘粉 他用的最便宜的翘粉 台球是很顺的 是吧 去台球厅打打球 顺人家翘粉 一块钱一颗 超分了 领先53 台面51 嗯 这局 顺利拿下了 火箭打到这个程度上 火箭肯定不会再上来啊 火箭可是一个就是非常潇洒的这种 这个斯诺克巨星啊 他不会说就是死缠烂打 看你状态好 我去给你把你手感磨下去 用这种手段 好 最后一颗红球 他也叫到 但是这一局他是没有百分干的 嗯 难求打进 黄球 哎哟 把黄球也顶进了 犯规了 这样的话结束3比2 加安达出来先拿到赛点 就这样再来的 这些用稠除了 是